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干嘛呀 没有我就是 你是来说要澄清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请你相信我 还是其实今天你是来分手的 也不是 就是主要是说 以前的时候就是 他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们感情不好 那我们就也上下爱情保卫战吧 然后现在我就感觉 这是个约定是吧 对我就感觉现在可能感情 确实是遇到了一点问题 然后前一段时间 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事 有一天晚上吧 过了十二点了 我就看到微信运动上面的部署 已经有两千多部 我就想大半夜的他去干嘛 这姑娘不怕累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说你在哪 他说他在家 我说你在家 你怎么微信部署上面有两千多部 你是绑在狗上面了什么 其实确实是我没有跟他讲实话 那天是就是和朋友 他们去KTV唱歌 然后因为喝了酒就不能开车嘛 然后想架也不远就走回去 那时也没有跟他讲 为什么没有跟他讲 因为以他平时的个性 就是如果你跟他说了 他会就是给我的朋友 爱哥打电话问 是不是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 玩也玩不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如不告诉他 反正我也不会 就是说要做什么 然后这样大家都会开心一点嘛 反正就觉得挺难过的 自己每天不知道 自己男朋友在哪 他还不告诉我实话 然后他每次都告诉我 他在外面忙 忙你 每天都在忙什么呀 你忙了 有时间跟别人去看电影 你就没有时间约我了是吧 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就想着 他这样每天加班加点的 上班也挺累的嘛 我就想着他有一天 下班得比较早 我就约他说 那我们要不来去看个电影吧 然后我们就到电影院 我知道他挺喜欢 那个演员宋佳 然后我就顺着他 我说要不我们看那个 《路遥之马力》吧当时 他想没想就跟我说 他看过了 换一个 我当时就想 那部电影明明刚上映 没两天 他跟谁一起看过了呀 然后他跟我说 他跟同事看过了 他有时间跟同事看电影 为什么没有时间 跟我一起看电影啊 给个解释呗 没有那天下班之后 就是突然有一个同事提议 说今天就是无聊 然后刚刚有部那个电影 首映嘛 他说一块去看一下吧 大家都说好 那我当然也就说 就一块去看嘛 看完之后那天我也没有说 不陪他再看一遍 他就不愿意看了 当时就自己跑回家了 跑回家之后 就发朋友圈发微博 然后就韩沙摄影的讲一些 就是很不好听的话的 说什么呀 大概就是说 就是我怎么 就对不起啊 当时朋友就问我 到底你们怎么了 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就觉得 我们有时候 我们情侣之间 吵架是很正常的 但是不要每一次我们吵架 你都要去公布出去 然后让外人来评判 或者外人去怎么样 我每天自己这样子 神经兮兮的 我自己挺难过的 我还不能找个地方 发泄一下是吧